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程指数低开了三点之后走低 上指数收盘就报在了2821点下跌了21点那么跌幅是达到0.8%的另外生成指数低开之后更是失守了9000点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生成指数最新目前的就报在了9821点下跌了96点跌幅是达到1%的那么两是成交今天只有3700多亿元这个这样一个成交量那么市场上楼市继续的一个回暖再加上这个期货市场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回暖 那么特别是这个黑色系更是一个领跌的那大盘的方向还是非常的不明朗那么估压的力度还是蛮大的那么对于这个后市您又看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嗯那么从这个市场上面来看呢近段时间呢都还是一个比较落实的状况像是呢昨天市场是高开高走的那么今天呢就是又是低开然后走低的状况大盘呢都没有存在着太多的一个机会 那么从消息面上看的话呢新华社的文章是指出呢楼市方面呢一线城市和部分的二线城市呢不断的一个回暖 但是呢三四线城市呢一个房价上面呢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反弹那么楼市去库存的这个道路呢依然是任重到远的 那么但是呢也并不能够说是通过一些加杠杆啊来去库存那么不能够搞一些大力度的一个刺激要遏制呢地方政府炒地和这个投资资本的一个炒房的一个分歧 那么昨天呢像是苏州市呢都有是进行了这个出台了限价令之后的首次的一个土地的拍卖那么当中两块限价的土地呢最终呢都是因为价格超出这个红线呢被流拍了 反映出呢一些限价的政策推出之后呢都依然呢不能够抑制一些开发商拿地的一个热情 那么对于柔市方面呢调控的政策呢在一些这个房价过快上涨的城市呢都有可能会继续的一个出台 那么防止呢这个房价过快的上涨 那么这方面的话呢都是要看呢之后这个房价会不会出现一些降温的状况 令到呢一些资金呢回流到这个股市当中 那么另外呢在期货市场方面呢 昨天呢商品期货呢是一个普跌的状况 黑色系呢也是这个领跌 那么今天呢焦炭啊焦煤啊这些品种呢也都延续了一个大跌的状况 那么四月份的四月下旬的时候呢 市场呢对于大众商品的这个预期呢是过度的乐观 令到呢一些大众商品的价格呢都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那么但是呢随着像是一些钢材这些价格的一个反弹呢 一些钢厂呢也都重新的一个复产 令到呢产能呢再度的一个过剩 基本面改善呢只是维持着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那么钢价呢最近呢也都是重新的跌到了这个盈亏线的水平 那么令到呢黑色系的这个金属一些价格呢都是跌回到了这一轮市场的一个反弹之前 那么也是能影响这个煤炭啊钢铁啊这些权重股的一个走势 对于呢大势呢也是造成一个影响 此外呢那么在这个招商证券方面呢也是有测算呢 报告是显示呢国家队震惊的这个持仓的限价呢是整体呢浮亏百分之二十三 那么之前的消息呢是说呢在一季度末的时候呢 震惊的一个持股的浮亏幅度呢差不多是百分之七点七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国家队的一个浮亏的状况呢是有所这个加大的 但是呢由于呢震惊呢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呢是有调整这个负债的结构 那么在现金流上面呢都具备一些中长期运作的一个基础 所以呢那么虽然说最近呢可能已经是到了这个旧市快满一周年的一个时候了 但是呢那么市场来自国家队这方面的一个抛售的压力呢都并不会特别的大 对于呢目前的一个市场来说呢应该说个股的机会呢会大于整个大盘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那么尤其是最近呢像是很多的公司呢都有在开始批入呢 半年报的一些业绩的预告 那么当中呢一些业绩预增的这些股份呢都可以呢重点的关注一下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的话呢 护质呢今天呢是重新又有一个下跌的状况 我们跌破了这个十天线 也是呢延续在2781点到2860点的这个环形区间内呢 进行一个震荡整理那么暂时呢要看这个环形区间底部位置的2781点会不会跌穿 那么如果说呢在目前啊市场成交依然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后市呢向下的概率呢都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如果跌穿呢下方是在2700点附近呢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支撑 那么大盘的向下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个股方面却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选择了 那今天呢在大盘偏软的情况下呢 这个汽车板块就是有个集体的走强了 那么其中呢涉及燃料电池板块更是一个大涨的 那么其中呢福田汽车的强势就涨停了 今天的炒作呢是除了有长江汽车是爆出了 获得了国家发改委是颁发的第二张新能源乘用车的一个生产资格 正式是加入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竞赛的行列 另外引发的市场是对于一大批还没有拿到这个牌照的新创汽车公司的一个关注 那么还有另外一则消息呢就是福田汽车是近日是取得了100辆的氢燃料的电池电动客车的一个订单 那么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发展也是带动了今天一个概念上的一个炒作 那您看好这个新技术的这样一个前景发展吗 对于这个板块方面有什么个股可以推荐吗 那么福田汽车今天强势的涨平 那么主要呢都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一个体征 那么这个从这个氢燃料电池上面看的话呢 相比起锂电池来说呢应该说燃料加注的这个更快一些 像是呢纯电动汽车呢它充电的时间呢可能都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是加氢的话呢 那么只需要几分钟呢就能够完成了 同时那么氢燃料的电池呢也是和这个锂电池一样呢都是具备一些转换效率高啊 以及呢零排放啊等等的这些优点 那么从这个前景上面看的话呢发展的前景的空间呢都还是存在的 但是呢目前呢像是一些氢燃料电池的电动汽车呢它的一个成本能更高一些 并且呢一些氢燃料的汽车它的一个技术上面 那么国内呢相比起国外呢都还是更加落后一些 那么目前呢更多的呢也都是处在一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一次呢福田汽车呢是获得了这个100辆的一个氢能氢燃料电池电动客车的订单呢 总量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但是呢也是属于这个全球最大的一单的一个订单了 所以呢那么市场呢是存在一些炒作 但是从如果说是从对于这个福田汽车的一个实质上业绩方面呢 又并不会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的更多呢是这些订单背后所存在的一些意义 那么如果说这些订单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呢 都是有助于呢这些氢燃料电池呢 那么进一步的推动这个这些这类汽车的一个市场化 所以那么都还是一些概念的一个炒作 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当中呢 销量呢主要呢都是集中在一些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当中 之前呢像是工信部呢都是有推出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推荐车型目录 当中呢那么提到的这个4000多款的一个新能源汽车车型当中呢 只有10款左右呢是这个氢燃料电池的汽车 那么行业的发展呢都还是在一个非常初步的状况 但是那么中央最近这几年呢也是在不断的下调一些 这个对于一些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这个补贴的一个力度 所以那么这方面看的话呢反而呢是有助于呢 是让一些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方面呢带来一些发展的机会 那么有可能呢是成为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的方向 那么从这个基本面上看的话呢 新能源汽车呢从这个去年下半年以来呢 都是一直呢维持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行市场的一个需求加大 以及呢这个配套的设备都更加完善的背景之下呢 那么有望呢之后呢都维持一个高增长的状况 那么行业的业绩呢也都是受到这个支撑的 那么但是呢在产业链当中呢 像是那么锂电池这些企业呢 它的一个业绩呢就更加的明确一些那么氢燃料 有没有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节再见 再见 感谢